基隆警方努力追棄小吃店 违法脫衣陪酒 只是女子被逮 业者被抓 卻不一定会吃上官司 理由是检方认定有关门 所以不起诉 让警方狠受打击 像是警方卫装成酒客 透过秘露器拍下 小姐在包厢里随着音乐摇摆 还撩起裙摆 大跳业务 认定有违法 埋伏的远警冲进小吃店 事后却被检方认为 女子只是为特定人士跳舞 也不认定妨碍风化 去年10月警方乔装成酒客 来到这处隐身大楼的小吃店 发现有脱衣陪酒 把人带回 却被警方认定不起诉 就是因为有关门 但问题就在 哪一家新色小吃店 会开着大门营业呢 引发警戒反弹 有关相关的地检署的判决 因为这部分 因为我们分局是 尊重地检署的判决 警方无奈只能低调表示 尊重检察官决定 但这样的见解 让不少远警大叹 说检方要先要求远警 不能诱导式办案 现在又说 关着门就不算 以后脱衣陪酒 都不用抓了 这样的认定 已经研究打击了 他们办案的事情 记者朱丁荣 基隆报道